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四十个小妖 在那里喷风不悟 悟空暗笑道 果然是妖精在这里捣鬼 若老孙使棒打死他们 只怕坏了俺的名头 我且回去哄八戒来斗 倘若胜了 算他立功 若是战败 被妖拿去 我再去搭救 才显出俺的本领 悟空落下云头 来见师父 道 我还以为风物之中会有妖怪 原来不是 唐僧道 那是什么 悟空道 前面村庄人家好善 蒸白米和白面馍馍 打算摘僧呢 这雾气是他家蒸笼的 八戒听说 细以为真 悄悄来问悟空 道 猴哥 你先吃了斋吧 悟空笑道 菜书太咸 没多吃 八戒道 哥哥莫言语 带我设法先去吃鲜 悟空默许不语 八戒走上前 唱个大诺道 师父 前面人家斋僧 这马要喂草料 岂不打搅人家 不如等我先去寻些嫩草喂马 然后再去化斋 唐僧道 好啊 你今日竟这样勤快 难得呀 快去快回 那八戒暗暗笑着便走 悟空扯住的 笑道 兄弟 那里摘僧只摘俊的 不摘愁的 你须变化了模样 再去不迟 那呆子念动咒语 摇身便做一个矮胖和尚 手里敲个木鱼 口中哼起着阿弥陀佛 此时 那妖怪正收封脸雾 号令中小妖在大路口 摆开一个圈子阵 只等人自投罗网 那八戒正好撞入圈套 被群妖围住 推拥拉着 以气下手 八戒道 不要扯 等我一家家去吃斋 群妖笑骂道 和尚 你以为我们摘僧啊 我们是妖仙 专等着拿你们当下韭菜呢 八戒闻言 心中害怕 抱怨道 这个毕马温 臭猴子 又来骗我 八戒即刻献出圆身 从腰间出九尺钉耙 一顿乱住 打退那些小妖 小妖赶忙找到老怪 并告道 大王 或是来了 山前来了个和尚 我们本想拿他来吃 不想他长嘴大耳朵 是一根钉耙 烦把我们打了 老怪道 莫怕 等我去看 老怪这一条铁杵过来 见八戒果然丑恶 便撞着胆喝道 你是哪里来的 叫什么名字 快早说来 饶你性命 八戒笑道 我的 你听我说 我原是天鹏元帅 因醉酒系公恶 被玉皇贬到凡间 如今做了唐僧的徒弟 发明 朱八戒 那妖精闻言 喝道 你原来是唐僧的徒弟 我正想吃唐僧肉 你倒先送上门来了 不要走 看楚 说吧 尽且乱打 悟空心里惦记八戒 总是不放心 便吩咐沙僧 看护师父 自己打算去前面瞧瞧 悟空悄悄从脑后拔根毫毛 便做自身模样 陪着沙僧 唐僧 他镜子来寻八戒 跳在空中观看 八戒正与妖怪在山谷熬着 悟空见八戒 被妖怪缠住 渐渐不知 不禁暗落云头 力声高鹤 八戒莫慌 老孙来了 那八戒听的是悟空声音 胆气猛涨 一顿爬向前乱住 那妖精招架不住 领群妖败阵去了 悟空见妖精败去 也不再追赶 拨转云头 竟回本处 把毫毛一抖 收上身来 唐僧肉眼凡胎 自然看不破 不多时 八戒得胜回来 气喘喘地走上前 叫了声 师父 唐僧惊讶道 八戒 你去打麻草的 怎么这般狼狈回来 八戒道 师兄捉弄我 说前面有人摘僧 我就借打草为名 想去吃鸡 哪知遇到一群妖怪 苦战一场 若不是师兄相助 就别想回来了 悟空在旁边推诿道 胡说 我再次保护师父 何曾离开 八戒跳着嚷道 师父 定是他拔根毫毛变化的 悟空见瞒不过 便笑道 是有几个妖怪 但是他们不敢惹我们 悟空换过八戒 吩咐 你做个开路将军 那妖精来时 你与他赌斗 胜了算你的功劳 八戒量 那妖精的手段与自己差不多 便答应了 悟空欢喜 立即背了马 请师父骑上 沙僧挑着行李 跟着八戒 继续赶路 却说那妖精败回动 高坐在食言上 默默无言 留守的小妖 上前询问 大王平常出去 欢欢喜喜回来 今日如何烦恼 老怪道 今日造化低 撞结一个对头 老怪又道 他是唐僧的徒弟 叫住八戒 我原想拿住唐僧争吃 却不料他手下有这等徒弟 这时 有一个小妖对老怪哭了三声 又笑了三声 老怪立声贺问 小妖立即跪下 便解道 大王 唐僧肉不宜吃 若是容易 也到不了这里 别处大王早就吃了 他手下有三个徒弟呢 老怪问道 你这是哪三个吗 他们本事如何 小妖道 大徒弟孙悟空 三徒弟杀和尚 这个是二徒弟 孙悟空五百年前 曾大闹天宫 击败天江无数 这唐僧吃不得 老怪追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小妖道 当初 我在师驼领师驼洞待过 大王要吃唐僧 被孙悟空狠狠地收拾了 亏我有些见识 从后门跑了 所以知道这些 老怪听了 大惊失色 忽然 又一个小妖上前道 大王莫怕 唐僧徒弟纵然厉害 带我们用紧拿他 老怪道 怎么个计 那小妖道 咱们先选出三个有本事 会变化的 都变做大王模样 在三处埋伏 让他们可去占 唐僧三个徒弟 调开他们 大王趁机下手 捉住唐僧 如此行事 还有什么难的 老怪听了 满心欢喜道 此计绝妙 若是拿了唐僧 就封你做先锋 小妖头谢恩 立即挑选出三个小妖 都变做老怪模样 三个小妖手指铁杵 在山澳设伏 等待唐僧师徒 唐僧师徒跟着八戒 行进在山路上 忽听路旁扑响 跳出一个老妖 八戒举定爬向前 两个在山坡下站在一处 忽然草棵里又是一响 又跳出一个老怪 直奔唐僧扑去 悟空叫道 不好 八戒怎么把妖精放了过来 急忙撤棒去打 妖精举出来赢 当下站在一处 不料 山后又是一声风响 又跳出一个老怪 直奔唐僧 沙僧见了 打惊道 二位哥哥怎么都眼花了 竟把妖精放了过来 师父且坐马上 等老沙拿的 沙僧抽出禅杖 迎住妖精 越打越远 那老怪藏身在半空中 见唐僧独坐马上 伸出如同钢沟的利爪 把唐僧抓在手中 唐僧当时被妖精一阵风射去了 老怪按下风头 把唐僧拿到洞里 叫道 先锋 那定计的小妖 上前跪倒 口中道 大王 老怪道 唐僧已经被擒 你把他拿去洗净 上龙蒸蒸 我和你都吃他一块肉 好严寿长生 先锋道 大王 现在吃不得 老怪急问原因 先锋道 若吃了他 那猪八戒 杀和尚都不用怕 惹了孙悟空 被他用金箍棒 往山腰一说 说个窟窿 连山都弄倒了 我们就没安身处了 先锋又道 不如先把唐僧绑在后园 和他几天 涂个里面干净 也等他三个徒弟 找不到他 自行散去 我们再拿他受用 岂不更好 老怪笑道 正是 先锋说得有理 老怪命小妖 把唐僧压入后园 绑在树上 唐僧不住流泪 呼听对面有人叫道 长老 你也被抓来了 唐僧止住泪 问道 你是何人 那人道 我是本山中的侨夫 已抓来三天了 唐僧气道 你死只是一身 我却还有取经的是未了 岂不可惜 乔夫听罢 痛哭流涕道 我自丧父 家中上有八十三岁老母 我若死了 谁为他养老送终啊 唐僧闻言 更增悲伤 却说 悟空在草坡下 站退妖怪 赶回路旁 却不见了师父 只有白马和行李 慌得悟空大吼一声 牵马挑担 四处张望找寻 八戒 沙僧听到悟空喊叫 先后赶了回来 两人都说 自己去斗妖怪 埋怨对方没看好师父 悟空气得暴跳道 咱们都中了妖怪的计了 沙僧道 中他什么计 悟空道 这是分拌梅花计 把我们弟兄调开 他却捞了师父去 这可如何是好 悟空止不住流下眼泪 八戒劝道 猴哥莫悲伤 哭就浓包了 我们去山中找 三人别无他法 只得入山找寻 行了有二十里路 只见悬崖下 有一座洞府 石门紧闭 门上横安着一块石板 上写八个大字 隐悟山折月连环洞 悟空道 八戒 动手啊 这是妖精住处 师父闭在里面 八戒举爬尽力住去 把那石门 砸了一个大窟窿 八戒大声叫道 妖怪 快送我师父出来 否则住到石门 让你家子都完蛋 守门的小妖 急忙跑进去报告 大王 闯出祸来了 老怪道 有什么祸 小妖道 门前有人把门打破 嚷着要师父呢 先锋道 莫怕等我出去看看 那先锋奔至前门 从窟窿向外张望 见是个长嘴大耳的 回头高叫 大王莫怕 这个是猪八戒 没什么本事 怕只怕那毛脸雷 拱嘴的和尚 八戒在外面听见 更加气恼 道 猴哥呀 他不怕我 只怕泥泥 师父定在他家了 你快上前 悟空上前高声骂道 脱孽处 孙爷爷在此 快将我师父送了出来 便饶你性命 先锋道 大王 不好了 孙悟空也找上门来了 老怪听了 不禁抱怨起来 都是你的什么好计 如今惹祸上门了 如何是好 先锋道 大王放心 带我拿个假人头 去哄哄的 就说他师父已被吃了 哄得他去了 唐僧还是我们受用 若是哄不过 再做打算 那先锋找个柳树根 叼成人头模样 喷上些血 让一个小妖 用气盘成了 拿到门口 叫道 大圣爷爷 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吃了 只剩了一个头在这 说着 从窟窿里 抛出那个木头 八戒见了 伏地就哭 悟空眼尖 笑道 莫哭莫哭 这头是假的 真人头落地不小 说着 他拿起那头往石头上一罐 只听当的声响 又用金箍棒一倒 原来是个柳树根 八戒一剑 忍不住破口大骂 吓得那拿盘的小妖 战战兢兢跑回去报告 那先锋随即去包皮亭内 选了个新鲜的人头 肯定头皮 还命小妖用盘拿给悟空 解释道 大圣爷爷 这个才是唐老爷的 我家大王原本打算留下 镇守宅子 如今只好献出来了 悟空认的是个真人头 当下放声大哭 八戒 沙僧也好喝不止 悟空与八戒 沙僧围着人头 哭了一阵 八戒把那头抱在怀里 到山崖向羊处 住了一个坑 把头埋了 又堆起一个坟种 三人继续嚎啕大哭 哭吧 悟空叫沙僧守目 并看好行李 白马自己带了八戒 去找老怪报仇 两人来到洞前 八戒一记定爬 把洞门打破 吏声高叫 还我师父的命来 老怪没奈何 只好带小妖出动 他咬牙上前 使铁杵招悟空就打 悟空轻轻地用绑架住 八戒忍不住 对那先锋举爬乱住 众小妖一起参战 好一场厮杀混战 悟空见那些小妖 连打不退 便使了个分身法 把毫毛拔下一把 嚼碎了喷出去 叫声便 都便做本身模样 各是一条金箍棒 从前便向后打去 那些小妖 各自逃生 没逃脱的 都被打得骨肉如泥 吓得那老怪 连忙滚风生物 逃回洞中 那先锋不会变化 被悟空一棒打倒 献出本相 原来是个铁背苍狼 悟空僵尸一斗 收回毫毛 和八戒得胜而回 稍作休息 悟空让八戒 沙僧在原处守候 自己独自再去寻仇 转过山坡 果剑洞边有座门 门边暗沟里流出些洪水来 悟空当下变个水老鼠 从那沟中钻到里面天井中 跳出沟 又变个有赤蚂蚁 飞入大堂 只见那老怪正凡坐洞中 有个小妖前来禀告 大王 唐僧的徒弟 把那人头当真了 在山坡挖坑下葬 还痛哭流涕呢 悟空听了 心中安息 悟空逆声前出 飞过大堂 从旁边小门缝里钻出去 原来是个大园子 远处大树下绑着两个人 其中一人正是师父 悟空飞到唐僧面前 现出本相 欢喜地叫了声师父 唐僧低泪道 悟空救我 悟空道 师父放心 你先忍一忍 等我把妖精弄倒 马上回来救你 只见悟空念声咒语 又变做蚂蚁 再次来到大堂 停在大梁之上 只见那些小妖正围着老怪 纷纷嚷嚷 吵闹着如何吃唐僧肉呢 悟空在梁上听见 心中大怒 当下拔下一把毫毛 在口中嚼碎 都变做瞌睡虫 往中妖脸上吐去 一个个钻入他们口鼻之中 小妖打起哈欠 不一会儿都睡倒了 只有那老怪睡不稳 两手揉头搓脸 不住地打喷嚏 捏鼻子 悟空见了 又把下一根毫毛 再变了 吐在他脸上 钻入鼻孔内 那老怪深深懒腰 打了两个哈欠 呼呼地也睡倒了 悟空高兴地跳下大梁 掀了本相 取出金箍棒 晃一晃 有鸡蛋粗细 当地一声 把旁门打破 悟空急忙抽身 跑回园中 唐僧道 徒弟 快来解开绳子 绑坏我了 悟空道 不忙 等我打死妖精 再来解你 悟空跑回大堂 正举棍要打 又想 还是等解救了师父不迟 便又跑回后园 悟空正要去给师父 解下绳索 却又想 还是先把妖精 都打死干净 再来搭救师父 悟空往返多次 才蹦蹦跳跳地 回到园中 解开绳索 唐僧舒展 胳膊腿脚 苦中作乐道 猴 想是你见我还活着 才高兴得 不知如何是好了吧 悟空搀扶起师父 又听对面有人叫道 老爷慈悲 也救我一命 唐僧便命悟空 把那侨夫也救了下来 悟空领唐僧和侨夫 寻到八戒 沙僧 把解救师父的经过 说了一遍 又回去搅出妖精 悟空跳下石崖 过剑入洞 把那绑唐僧 和侨夫的绳索 拿入大堂 见那老怪还睡着 他便四马船蹄般捆上 用金箍棒挑了 扛在肩上 出了后门 悟空刚放下老怪 八戒举爬救助 悟空道 且慢动手 洞里还有小妖未处呢 八戒道 哥呀 你带我进去打 悟空道 那多费功夫 不如放把火 叫他断了灯 那侨夫听了 便带着八戒 去找来引火之物 送到后门 悟空点上火 八戒两耳扇风 悟空料身收了瞌睡虫 众小妖醒来后 烟火急着 没半个逃的性命 这时唐僧 这时唐僧见老怪慢慢醒来 急着大声喊道 图 妖精醒了 悟空和八戒刚放火 把连环动的小妖烧得金光干净 听到唐僧呼叫 急忙赶了过来 八戒上前 照着老怪 就是一耙 显出本相 原来是一只 爱业花皮豹子净 见满山妖怪都毙了命 那侨夫满面欢喜 道 老爷 前面不远就是俺家 请几位老爷前去 也好让俺谢救命之恩 然后再送老爷们赶路 唐僧欣然应允 随其上马 和徒儿一起 随着侨夫向西南而行 行不多时 便见路旁 有一所竹里茅舍 一个老妇 一边换枕啊 一边痛哭流涕地 蹒跚走来 乔夫见了老妇 急忙跑到身前 跪下叫道 母亲 孩儿回来了 老妇道 娘缘以为你 必被妖怪害了性命 没想到你竟活着 乔夫帮母亲捡起墓杖 解释道 母亲 这位便是前往西天取经的 大唐高僧 他的徒弟神通广大 打死了妖怪 救了孩儿 把山洞烧个金光 以后咱们就可以安向太平 也不怕那些妖怪了 老妇听后 满面惊喜之色 一步一拜 将唐僧师徒四人 恭恭敬敬地请到茅舍中 母子俩向唐僧师徒 称谢不尽 又慌慌忙忙地安排习宿斩 师徒四人饱餐一顿 收拾其成 那乔夫不敢耽误唐僧行程 和母亲再次败谢 然后他取了一条枣木棍 出门相送 山路崎岖 岔路奇多 沙僧牵马 八戒挑担 悟空紧随唐僧左右 师徒四人跟在乔夫身后 小心翼翼地往前赶路 过不多久 来到了大陆 乔夫道 老爷 顺着这条路 向西方布满千里 就是天竺国了 唐僧听了 翻身下马 谢道 有劳远送 既是到了大陆 您请回吧 令请多多拜上令堂 贫僧早晚诵经 保佑你母子平安 百年长寿 那乔夫拜死而回 唐僧师徒四人 继续向西而去 与之后续故事 请看下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会